他不讲书的书友你好 欢迎收看我的幸福书单 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彬教授 第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我猜呢 可能就是如何提升生活的松弛感 现在大家热衷于讨论一个词 叫松弛感 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搜 讲的是一位博主 坐飞机时候遇到了一家人 处理偷发射箭的时候 那种从容淡定 那一家人出门旅游 有个小孩子的证件过期 妈妈就只能陪着这个孩子回家 没有登机 那么已经登机的其他家人怎么办呢 他们的行李 其实都挂在妈妈的名下托运了 由于妈妈没有登机 所有人的行李都被退回 通常来说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 这一家子一定闹得鸡飞狗跳的 可结果这一家人 不但完全没有生气 而且全程氛围 非常的松弛 没任何紧张 焦虑 那种松弛的状态 就让很多的网友羡慕 那么生活中间 这样的一种松弛感 到底从何而来呢 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就可以看一看 这本书里头 介绍的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叫做控制力 这项研究就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活得轻松 愉快 松弛 其实和我们自己 对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一种掌控的感觉 有很大的关系的 松弛来自于掌控 特别让人意外 但这个研究告诉我们 确实如此 认真阅读这项研究 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当今社会 有那么多人 感觉到焦虑 沮丧 痛苦 紧张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他对自己的生活 缺乏足够的掌控感 觉得自己身不由己 脑被人吹着 逼着 赶着 一个工作 让你觉得毫无意义 甚至让你觉得痛苦 你明明很想辞职 但是一想到生活所迫 一想到家庭的困难 又觉得无论如何 你不能丢掉这份工作 这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被迫 每天活得谨小甚微 不开心 想想这样的一种心理感受 你的松弛感 从何而来呢 一定会觉得 特别的疲惫 伤心 这本书里头就介绍了 有两位心理学家 兰格和罗丁 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 发现 这个掌控感和松弛感 是紧密相连的 兰格教授是一个 全奇的心理学家 他是哈佛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的终身教授 那么这项研究呢 是他和他的学生 罗丁一起做的 也是他的成名的研究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 当我们觉得自己 具有掌控感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特别快乐 而且特别积极 而且特别的轻松 愉悦 松弛感 相反呢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 对这些生活 缺乏掌控力的话 我们真的就可能觉得 焦虑 气愤 沮丧 无助 甚至会产生 严重的 生理上的问题 那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呢 兰格和罗丁 与每个康列狄克州的 一个养老院进行合作 养老院里头 老人的基本状况 大体而言是差不多的 他们就利用随机分配的方法 选起了两座楼 要住在这两层楼的老人们 分别接受 实验的安排和处理 那住在四楼的病人呢 接受的是这个 掌控感提升的训练 住在二楼的呢 老人家接受的就是 控制组 对照组 什么叫控制组 对照组 就是没有做任何特殊的 心理学的安排 掌控感提升的老人组 有权决定什么 有权决定自己房间的设施啊 布置啊 摆什么花呀 什么窗帘啊 帆布的颜色是什么呀 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看什么电影 做什么事情 疗养院还送给他们一份礼物 也就是一盆植物 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植物 而且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植物 然后呢 疗养院周四 周五的晚上 还放一场电影 老人家可以自由选择两天中的任何一天 去看电影 而作为对照主的控制的老人呢 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自主权 工作人员 根据所谓的专业的经验 会在他们的生活起居 做一些非常具体明确的安排 他们也收到了一份职务 但是没得选择 只能接受疗养院院护士们 给他们挑的职务 而且也不用他们自己去浇水照料 护士每天会替他照顾这些职务 在周四周五的晚上 疗养院院放电影的时候呢 他们也没得选择 既不能选择自己哪一天去看电影 也不能决定看什么的电影 由护士统一安排 哪一天去看 看什么电影 不然看出两组老人的区别就在于 前一组在生活中有自主选择的机会 可以有多种方式调节自己的生活 而后一组呢 明显缺乏选择性 完全是用疗养院来为他们做大部分的决策和安排 这一试验大概持续了三个星期 而后的研究人员呢 就对老人和富士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一份问卷由老人们来填血 主要内容设计对自己控制感的评价 以及在疗养院生活的快乐程度和自己活动的水平 另一份问卷呢 则由各卢存的富士们来回答 评价老人们在快乐 机敏 社交 活力 等方面的表现状况 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老人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拥有更多的掌控感的那些老人们 对照那些没有掌控感的对照组的老人来讲 更快乐一些 生活更富有活力一些 也更愿意和他人进行接触 交往 甚至机敏的程度也高一些 由此啊 南格和罗丁教授就指出来 对于一个被迫放弃掌控力和自我决策权的人 如果我们给他们一种较强的自我掌控感的提升 那么他的生活质量真的就会提高很多 生活态度呢 也变得越来越积极 在这样研究结束18个月之后啊 南格和罗丁教授又返回疗养院 进行了进一步的跟踪调查 结果他们惊人的发现 在这18个月当中 有30%的对照组 没有掌控力的老人居然去世了 而在掌控感提升组的老人中间 这个去世的比例仅仅是15% 这项研究就告诉我们 在绝大多数的生活情景中间 提高个人行为的选择程度和掌控的程度 确实是一个能够提高人的生活目标的方法 如果能够提高我们自己对生活的掌控 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开心 更加快乐 更加积极 更加幸福 而且更有松弛感 大多数时候 我们都被外界社会强强的观念和期望所裹挟 导致我们自己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其实生活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自己选择的 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和内心的平静 我们真的是可以获得特别的快乐 积极 甚至长寿 好了 这本书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能够启发我们思维的心理学研究 不妨打开这本 改变心理学的事实上研究 也欢迎你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我们一起读书 一起成长 订阅 什么 其他的 感谢观看